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你好 我是Frank 你的飞行伙伴 在这一集我们来介绍台湾的目视航图 在台湾无论你是要驾驶轻航机 小型飞机热气球 任何形式航空器 从事低空目视飞行 民航局有发布一个目视用的航图 这个就是你可以用来做导航参考的资料依据之一 它其实是从EIP上面的网站可以下载 它其实是蛮简单的 就是一个PDF的格式 但还蛮详细的 我是把它缩小到现在这个萤幕可以呈现的范围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架构是这样子 首先左上角这边是民航局的logo 跟它这个整个航图涵盖的范围 涵盖从我们台湾本岛跟这个马祖还有金门 左边这一半这个是航图上面相关的标示 这个待会我们会做稍微详细一点介绍 再来就是说它这里有五个四窗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个四窗的话就是台湾本岛 再来第二个四方就是北部的台北桃园跟新竹这边 然后第三个就是台中以北 然后包含这个台湾海峡一直到马祖这边 然后第四个的话是马祖的放大 然后第五个是金门的放大这样子 航图里面的空域它的标示首先可以看到这种红色的 这种就是限航空域 再来就说这种蓝色的 它这个就是不同类别的空域 比方说class E class E 这种放大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各式各样的标示是什么意思 好在那之前的话先来仔细看一下 它是民航局发布的嘛 然后它是小型航空器目视走廊背航资料图 所以你要从事这种飞行的时候就是你拿这个 如果你要做仪器飞行券的话就不要拿这张 然后是台北飞航情报局RCAA比例是1比50万 好这个比较重要 背航资料制作参考日期 它这里有个110年8月21号 那你在使用飞航航图做飞行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一下说你使用的航图应该是最新的 而且现在是有效的 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五个视窗 它就是把它分成五等份12345 那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好介绍 这个一看就知道了 比方说右边这个的话 它是二号视窗的其中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比例稍微不一样 1比25万 然后它这个比例词是在这里 所以你想要知道说两个点之间的距离的话 可以用这个量 那当然现在手机跟Google Map这么发达的话 用那个其实是最快的方法 但是你在飞机上不见得一定就是可以这样子用 好 那这个是经纬度在这边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的那个标示 首先第一个是机场名称跟它的代号 还有它的一些基本的资讯 就是用这个标示 比方说桃园国际机场在这里 那它基本上就是从这标全部超过来 对了这个航图它是有中文版跟英文版的 我现在这边介绍的是中文版的 这个的话它是比方说机场名字 它就写出来 然后IKO国际机场代号 RCTP就是在这里 然后它的机场标高是多少英尺 就是比方说108英尺 从海平面算上来 就是写在这里 然后这个L是代表说它的这个 最低的限度的灯光 比方说它有障碍灯 这个场戒灯 跑道灯 有灯光的风向器 或者是落地方向指示灯 有的话它就会把这个L标示出来 再来就是说 硬是跑道道面 通常全贴后 有的话它就是用一个H去标示 再来就是 最长的跑道的长度是 多少 它是公尺然后乘100 所以比方说38就是3800公尺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桃园机场 它这边是这样子 那比方说这个松山机场 OK可以看到就是说台北松山RCSS 对不对 它的标高是距离海平面18尺 然后它也是有最低灯光 然后它也是硬式的道面 然后再来它长度是2600公尺 这样我们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标示 这个是民用机场在陆地上面的 或者是军民两用机场 也是一样在陆地上面 这个是我自己加注上去而好 原本它上面是没有写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台北松山机场 它是军民两用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一样是用这个标示 再来的话就是军机场 它就是圆圆的 它就差别就是没有这四个角 没有这个看起来像瞄准这些东西 比方说这边有看到一个龙潭机场 它是军机场 它就是个圆圆这样子 再来就是直升机场 H H Heliport 比方说这边台北市地震机灾害应变中心 这里它就有一个 所以看到这种的话 它就是直升机可以起降 那当然一般的机场 它也是可以起降 比方说松山桃园机场 它是绝对是有直升机的这个起降场 好 这个是Compus Roads 罗盘科度 这个通常是伴随这个VOR导航牌 比方说阳明山这边这个安部VOR 它这里就会把它 标示出来 那大概就只要给你一个参考 就是说比方说这个磁北是指向这里 这个实际上这个应用的这个用处并不是说很大 再来就是说这个NDB 归航牌 它就是基本上就是用这种去标示 然后比方说阳明山这边有一个 它叫做安部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频道 它的频率是250kHz 那代号是AP 那NDB DME 基本上就是NDB加一个DME 就是测距影 比方说这里有 那它也是它的测距影频道就是112.5 也是APU 再来这个是 目视飞航路径以及强制报告点 比方说这个沿着海岸线这里 这个就是说你做目视飞航的时候 你就是沿着它 那它的这个 航路的名称 比方说这个C2就在这里 然后强制报告点 像这种 还有实心的三角形 这种 这个就是你通过它的时候 你要跟航管报告你的位置 高度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资讯 那这种的话 差别就只是空心的三角形 就是一样是目视飞航路径 只是非常是报告点 比方说像这个 像这个空心的 像这个空心的就是 那你通过它 你就是没有说一定要报告你的位置 除非航管跟要求 那像这种浅蓝色的虚线 这个是直升机H1的这个飞行路径 像这边桃园这个 沿着海岸线还有淡水河岸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再来就是这种实现的浅蓝色 然后有这个一点一点的 这个也是一样是直升机H2 比方说这个 沿着这个新北市这里 然后往这个龙潭 迎个这个方向过来 你可以看到 那它这个报告点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导航电台 同指之特高频多项导航台 与极高频战术航空导航设施 这个名字有够长 我们就直接叫做是VOR Tekken 它是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那这个是同指之特高频多项导航台 与测距仪 名字也是有够长的 简称这个VOR DME 它就是这样子跟这样子 所以它是VOR加DME两个画在一起 那这个DME刚刚有介绍 它就是一个方块 然后换一个点 它就是测距离 那这个如果它没有只有VOR的话 你就不会看到这个方块 你就会看到这个像菱形一样的东西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道路与铁路的标示 这个国道1号这个我们大概都很熟悉 然后它这个路线就是用这种灰色的 比方说我们看这个 比方说这个灰色的这个线 这个就是 再来就是说 Second Road快速道路 它就是一样 只是它是用这种红色的 然后这个只是普通的道路 然后它是标示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它不见得会到处去标示 它就是顶多就是把这个灰色线画出来的 再来就是铁路或者是高速铁路 比方说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铁路 然后再来就是说 多一个这种灰色的这种小正方形的这种方块 就是这个铁路或者是高铁的车站 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一些其他的这个标示 这个是限制性目视航线与强制报告点 这个通常是非往这个金门马祖才会看到的 再来这个是空域界限的标示 比方说这个BCD类的空域 台湾是没有class B 是没有B类 我们比较常见的是C D跟E 那它就是用这种去标示 比方说你看这个高雄这边的 它的空域这个就是用这样去标示 再来就是 E类空域class E airspace 就是它这个以外的 比方说这边 它这个韩国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 再来就是ADIS ADIS防空识别区 那它的标示就是用这种蓝色的线 然后再用这个 三排这种点点的去标示 再来是限制空域 线航空域 它就是这种红色的线 然后用这种斜斜的 比方说像这个看到的 这种的话你就不能随便乱飞进去 你进去之前 你要先跟这个相关的单位去取得联系 台湾的话我们大部分的管制空域都是军用的 比如像这个比方说RCR6 它是空军的 那这个什么RCR34 这个就是 国军 然后这个RCR445 这就是台电 再来就是这个 Siple Training Area 民用训练空域 比方说 南部这边 俄端比 这里 有一个这个南湾训练空域 那它的这个垂直范围是 3000 到13000英尺 再来就是这种 绿色的 这个轻航机 它轻航机就是 这种 界线 然后再来它的名字 就是用这种 普通这种黑色的框框的字体 去标示 比方说这个大鹏湾的超轻型 然后载具活动空域 垂直范围就是 从地面一直到 距离地面高度 500英尺 的范围 然后最后 再来就是这种轻色的 超轻型载具 飞航路线 它就是用这种 这种 轻绿色 去标示 这样子 最后我们来看 一些其他的标示 城市或者是大镇 比方说这个台中这里 这里就是 主要的台中市区 它就是用这种黄黄的 去标示 再来就是 这种灰色的圈圈是 镇或者是 村庄 比方说这个什么 鹿岛镇 这里它就是用一个小小的 圆圈圈 这两个 一个是风力发电机 这就代表说风力发电机 然后这个是代表风力发电机的区域 然后这个是显著之 传输电缆线 就是高压线 像这种 我们就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是 等磁差线 比方说我们这一看 可以看到就是说 燕里 这边的话 它的这个 正方向跟磁方向差就是 适度以西 再来就是 地形与水纹的标示 等高线是 比方说像这个 这两个不同 的黄色 深黄色跟浅黄色 它这个周边总是还有线 对不对 那沿着的话 它就是 告诉你说是一样的高度 那它的 不同这个地形的这个 高度是用颜色去 标示的 比方说像这种 黄色的话 它就是 2000以上到2500 然后到3000 4000英尺以上 这样一齿类推 然后这个是 Spot Elevation 标高点 比方说像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2620 或者这个7941 它就只是一些 点它去取 然后就是告诉你说这边它的标高是巨台里面多高这样子 然后再来这个是 图上最高标高 你看这个经纬度这个框框 像它这边的话就说在这个框框里面它最高就是 1100英尺 那比方说这边有个90的 它就是表示说在这个框框里面 它最高标高是 9000英尺 那这个海岸线这个就很明显 这个其实说是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海岸线 那当然这蓝的是海 这个绿的是陆地 这个应该不用特别去解释 再来就是 湖川 湖跟河 这个其实大概也没什么好解释 这个 我们 一般人应该都看得到 以上的话 这个大部分就是我们的 台湾的这个 牧师行图的 一些 标示的 基本介绍 那怎么样应用的话 其实 在图里面就是你去看你要使用的区域 然后哪些 比方说哪些空域 比方说限制空域 或者是这个你要做目视飞行这些走廊 报告点怎么样 这个 你再去 截取你要的资讯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来回到这个 最大这个放大图这边就是 大致上 你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 台湾本岛里面 比方说这个 新竹 苗栗 这一带 一直往下到这个 这个台中 彰化 这边中南部这些 然后一直到这个靠近台南 高雄 这边一直到我们最南边 恒春 这一带 甚至包含 花东这个地方 你都会看到说这种红色的 管制空域 它都有存在 对不对 所以就说你去 飞行 在那附近之前 记得先把航图把它叫出来 然后放大 仔细看一下 了解到它的 它的相关範围在哪里 好台湾的目视航图就简单介绍到这边 要是这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按赞 留言 分享 或订阅 要是你想了解更多 想成为真正的飞行员 欢迎到 ACDA 航发协位上面 报名飞行员的课程 祝你飞行愉快 我们下次见 拜拜